两颗脑袋闲在这里 只有两颗脑袋在我们节目上 这是我们2012年最好玩的一期节目 但其实我们今天呢 有很多的网友在收看我们的直播 所以呢我们今天杨幂来宣传新专辑 其实也带来了两张 这个 买不到的碟 因为现在这个预购版是 预购版里头有送这个 特别精美的日历 所以呢如果你想得到的话 赶紧登陆通讯微博 然后到提问杨幂的话题里头 留下你的问题 最后我们会请杨幂来抽出 两位幸运的网友送出这个专辑 赶紧的赶紧的 对赶紧的 我们赶紧来宣传一下这张新专辑 新鲜出炉的专辑杨幂自己都没有见到 刚才自己还很好奇 真的不好意思 因为说实话 在今天之前 我真的没有见到过这张专辑 而且我是真的今天坐在这 然后才跟主持人说 我说你们有那个能给我看一下吗 能借我看一下吗 然后还有歌词本 我说什么呀没看过 然后我一张一张在 哎呀这个表情 怎么选的这张照片 我真的都没看过的 很新鲜 自己都觉得很新鲜 很新鲜非常新鲜 你最喜欢哪张照片 这里头 这张里面 我还 因为我刚刚只看了一遍 所以说我刚才看到这张 我觉得还挺好玩的 因为就装得可委屈了 特别不像私底下的你是不是 挺像的 没有 就是 挺好玩 挺有意思的 这张照片 这个是在台湾拍的 对 这张整张专辑的 音乐录影带 还有照片都是在台湾做的 因为这次我们知道这张新专辑呢 是在北京 然后在香港 还有台湾三个地方来完成的 就是你觉得做歌手跟做演员来说 做歌手最难的地方在哪里 因为我做歌手 其实是跟专业歌手似的差别在于 我 首先我的专业肯定不如专业歌手好 这是我承认的 就是我的嗓音条件 还包括我的唱功 然后一些很专业性的东西 包括还有音准啊 还有肺活量这些东西 肯定是没有办法跟专业歌手比的 像我有一首歌是亮影帮我做的嘛 那他当时在帮我 需要恋爱的夏田 对 需要恋爱的夏田 那当时他在帮我试的时候 就说秘密你这句话怎么着 这样唱的时候 他就给我示范 我说挺你不要再示范 因为他一唱完全就另外一首歌了 那个音直接就到房顶 我就不行 我还在地板上跑呢 所以 但是 我觉得专题对我来说 是一个很新鲜很挑战的东西 不敢说这张专题的成绩 一定会做到多好 但少对于我自己来说 是一个很打碎重组的过程 很突破了已经 还可以煮好 是个人 真的家里 未经厮 有两个人